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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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韦洛沙 那我在贾宝玉里面演的角色就是贾正 贾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很严肃 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 然后呢 他对家族看得很重的 他完全明白什么是生于大家族里面是身不由己的这个观念这个感觉他是完全知道 很可惜他就生了一个不孝子 这个儿子呢 这个儿子呢 宝玉对就是他 他整天都很爱玩 爱闹 然后呢 女的也喜欢 男的也喜欢 然后呢 我这作为家长的应该怎么样呢 我是应该要教训他的 对不对 是啊 我是要教训他 那我应该怎么怎么教训他呢 到剧场看你就知道了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杨芷茵 我饰演的角色是晴文 晴文对我来说就像是个天蝎座的女人 因为她敢爱 敢恨 她高傲 但是因为她的心中有的深深的自卑 她的生命 就像昙花 开得那么灿烂 但瞬间 就消失了 马上就要寻回了 希望可以跟大家在各个城市的剧场相见哦 耶 哈喽 我是来自台湾的演员潘亦如 那我这一次呢 在贾宝玉剧中呢 饰演的是锦幻仙姑 我呢 可不是一般的神仙哦 导演曾经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形容来形容我 就是呢 我是穿着透明睡衣的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说呢 我不只是充满爱 而且呢 我也是狂野的 性感的 疯狂的 甚至呢 有一些让人捉摸不定的 所以呢 在戏中呢 我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设定 就是呢 我设定我自己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老师 我总是有办法教会学生 唤醒学生 而贾宝玉呢 就是我最最最最最爱的学生 爱到那种 如果我觉得 如果我不是有道德感的话 我早就把他给吃了 是的 所以呢 我在戏中呢 我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唤醒他 有时候呢 会把他当个小孩一样摸摸他的头 有时候呢 会非常凶的说 你给我过来 到底懂不懂啊 而有时候呢 我会呢 非常信任的 想要诱惑他 让他赶快醒过来 好啦 不管怎么样 总之呢 进剧场就对了 你不会后悔的 快来 好 来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Naihan Xu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我饰演的角色是 知卷 知卷 in English is 知卷 我饰演的是 林黛玉的丫鬟子卷 子卷在戏里面是非常忠诚的一个角色 如果他的主人今天爱什么人 他也会跟着爱什么人 那主人需要讲话 他就跟着讲话 主人生病了 那他也活不了多久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黛玉他心情不好 我就是要负责吃甜点 然后如果我们的黛玉他吃坏肚子 我就负责拉肚子 如果黛玉今天要结婚了 那我就会去连迪 所以我们的黛玉今天要上场演出 会跟大家去场见 谢谢大家 Thank you everyone 嗨 各位内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湾的演员 我叫做賴盈盈盈盈盈盈盈 这个呢很高兴要跟大家在剧院见面啦 各位期待贾宝玉的朋友 我个人也非常的期待 里面音乐非常好听 这次呢我饰演的角色是王熙凤 我觉得他跟我一样都是天蝎座的 那个个性上面还蛮多重叠类似的地方 那希望你们也能够期待 相信各位轰隆梦的朋友 对王熙凤凤辣子这个人 一定一定非常的熟悉啊 希望大家都有看我们台湾人终于节目叫做 康熙来了 把我的枪拿来 我最近名义上了 模仿一个我们台湾的艺人 叫做沈玉玲 那我在剧中有把沈玉玲跟林黛玉 做一些小小的些微的结合 那最后呢就好跟各位观众朋友 希望能够跟我们在剧场见面 哈啰 内地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邓九云 那其实我这两年都在内地拍摄电视剧 所以对于这一次我们贾宝玉的团队 可以到内地九个城市演出 我非常非常的兴奋 那相信有看过我电视剧的朋友 对我应该都不会太陌生 可是呢 如果你们看到我在贾宝玉的演出 你们会觉得我很陌生 因为在这里面我尝试了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是平常在电视剧里面看不到的 比如说疯疯癫癫的西凤 还有很任性的情文 我不接受 还有非常温柔坚强的探春 那相信内地的朋友 相当跟我一样都会非常期待这部戏 那我们就内地见啰 大家好 我是香港的演员我叫叶丽佳 那么在这次的贾宝玉这部舞台剧里面 我饰演的是史湘玉 那么我觉得她在那么多个女生当中 她不是最有才华的 不是最漂亮的 她甚至不是最温顺的 也不是最叛逆的 但是我在她身上 我觉得有一种很轻巧的自由 而这种自由是很舒坦的 那我觉得这方面是和我本身的性格是很像的 那么现在我身处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舞台 这个还没有灯光 而且我们也没有穿戏服 没有音乐的场地上 那它是很真实的 那么我希望各位观众看完这部舞台剧以后 带回家的是一种能贴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那么很期待和大家快点见面 大家好 我是吴凤铭、吴凤铭 我是来自香港的演员 我今次饰演的是廖姥姥 那姥姥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觉得她虽然是一个来自乡下的人 但是她在电影里面地位是最低微 但是她是一个最开心的人 她常常会带一些欢乐给大家 老老是一个很喜欢说笑话的人 但是我是一个 其实我真的不懂说笑话的 所以这是我一个新的尝试 希望将来你们进去剧院看 我说这个笑话的时候 我可以带到一些欢乐给你了 字笛,剧院见,拜拜 拜拜 各位内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说文解字大观园 我是喜仁 我们知道姓名学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好的名字 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命运 比如说在大观园里 这习人的命运就是个奴才命 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听说最近在香港地区 有一个话剧 林一华导演的这个贾宝玉 非常的有名 那我今天想要来介绍一下 这十二金差里面我一个朋友 她是奇观 我最后嫁给了她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朱佳怡这个姑娘 我们怎么从她的姓名里面看到她的性格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她的姓氏 我大胆地预测她肯定就是个女的 然后我们看到朱这个字 是什么颜色 红色 那么在五行的金木水火土里面 朱是属哪个部分 火 所以我大胆地也可以预测 她肯定是这个射手座 一个射手座的女孩 是非常活泼 外向有好相处 那么我还可以从她这个姓氏 知道她大概长得高高瘦瘦的 就像我这样子 然后我大概可以知道她大概是一百七十公分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夹子 有看到没有 里面有一只猪 我大胆地肯定 朱小姐您肯定非常的爱吃 每天都窝在家里 但我提醒您可别得精神病 最后这个1 我看时间不多 那就先这样吧 最后席人想跟大家说 麻烦请大家上微博 评论我 转发我 转发我 关注我 关注我 最后那个什么玩意儿 给力 给力 再给力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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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十二金猜》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就是 每个人都有演过不同的金猜 但是到最后 你还是会分到一支你自己的猜 所以呢 你一方面 可以在不同的段落里面 去演黛玉啊 宝钗啊 或许晴文啊 直捐 但是你本身也有一个本尊 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或许结构 我就希望 大家都除了有更多的表演机会 赋予这个金猜 更多的面向之外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都能理解那个金猜的心情 所以在舞台上 即便不是你在演黛玉的时候 但是呢 黛玉在讲台词 你在台上 你是子涓 你都能体会到他 这个想法是可以 一方面满足了这些演员 他们多方面的表演 比如说 有一个演员叫赵亦南小八 他平常就是大家都觉得 他好帅哦 就是他演反串啊什么的 但在这部戏里面 我也硬要他演一些黛玉啊 也要他去演那个妈妈王妇人啊 同时也演奇观 所以变成说 赵亦南的这个小八的这个 我们说他 哇好保肿哦 好帅哦 这个形象 到最后其实并没有成为他的负担 也没有成为 就是大家看他唯一的一个角度 那基本上每一个人 我都是这样安排的 这个戏 我常跟他们说 他其实是一个大合奏 也是个大合唱 他们表面是在讲台词 其实他们都是在唱他们的台词 他们表面上都是 你可以说是 他演这个角色 他演那个角色 但其实他们已经成为一个 共同的一个气场 像脏话那场戏 每个都是林黛玉 会보자 我们下集中的 之后 我们下集中的 我们下集中的 好 对 感谢观看